赶在黑老大的面前拍桌子 男人也不是为一条汉子 只是脾气可以乱发 但话却是不能乱讲 然而他却偏要讲 他叫石井玉莲 是东京最大的黑帮老大 父亲是驻日美军 母亲是中日混血 在他面前说什么都可以 但唯独不能鄙视他的血统 如今他整合一众小型势力 成为东京最大的黑帮老大 手底下有着三大金刚 第一位名叫苏菲轰天雷 是石井的律师兼副手 时常出谋划策蛇蟹一般的足迹 第二位是不良少女伯果 他是石井的贴身保镖 手持女版流星锤 让他在厮杀中显有对手 第三位是光头强尼诺 他管理着疯狂88人 是指挥多人厮杀的头目 有了这三人的鼎力相助 石井才能叱咤整个江湖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姐大 可他却是有着难以忘怀的童年阴影 在石井九岁的时候 黑帮老大松懒 带着几人闯入他的家中 他们挟持了石井的母亲 这是想逼迫他的父亲为黑帮做事 然而他的父亲知道这帮人心狠手辣 只能是通过拳头来解决危机 虽然他的父亲拳脚功夫不错 可功夫再高也怕长高 最终还是死在偷袭的利刃之下 而他的母亲则是被松本一刀杀害 躲在床底下的石井 目睹了这悲剧的一幕 还好没有被松本发现 这才让他捡回了一命 看着好好的家就这样没了 石井发誓一定要为双亲报仇 终于在他11岁的这一年 他接近松本并成功将他刺杀 然而重复完仇的这一刻起 他也就此走向了一条暗黑的不归之路 转眼一晃就是九年过后 石井成了一名顶尖的女杀手 在他手中死去的亡魂 那也是不计其数 后来他加入一个名为毒蛇的暗杀组织 代号百步蛇 在组织头目比尔的帮助下 他一举坚定整个东京的黑社会帮派 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姐大 本来他可以就此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可却是走错了一步棋 同组织的姐妹小翠 因为怀孕而选择退以江湖 然而在小翠的婚礼上 头目比尔带着四名心腹突袭了婚礼教堂 其中就有十几 他们将教堂中的九人全部杀掉 哪怕小翠还想求饶 直到警察赶到此处 比尔等人早已逃之夭夭 然而就当警察四处探查至极 可他们却是发现了惊悚的一幕 女人躺在地上一栋 看样子似乎已经没了气息 然而就当警探感到惋惜至极 他却是意外得到了女人的回应 转眼小翠就被送往医院抢救 虽然捡回了一面 但他却是就此成了植物人 可即便如此 当杀他的比尔得知小翠居然还活着 于是派出组织成员毒山蛇 只见他乔装打扮来到小翠的病房 这是想用毒药让小翠死于昏迷中 可就当他要注入毒药之际 身上的手机突然响起 比尔很想杀了小翠 可他思前想后认为这是鼠背行为 这才打电话取消了任务 如此一来 昏迷中的小翠也算是再次捡回忆 然而他这一睡便是四年多 这天一只蚊子落在他的皮肤上 就在蚊子大口美味之际 在苏醒的临界点 轻微的疼痛也能让他惊醒过来 只是刚刚缓不神 他便回忆起被比尔枪杀的影音 接着敲了敲被子弹击中的侧脑手 虽然伤口早已恢复 可肚子里的孩子却已经没了 无愿相信这一切的他悲痛不已 就在他放声大哭之际 门外却是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这让警惕性极强的小翠 立即装昏迷躺了下去 而开门的是一直照料他的男护工 可他却是带来一位毫不相干的壮憾 那他俩是想干嘛呢 没想到男护工居然如此龌龊 他在小翠昏迷的四年里 不知收了多少这样的黑心钱 随后给男人二十分钟 他去门外拔把风 而壮汉也不想浪费时间 就在他要欲行不轨之际 小翠只得选择果敢出击 所以说瑟子头上一把刀 不干这事就不会有这事 这下壮汉彻底凉凉 而小翠的状况也不是太好 由于双腿肌肉退化 这让他无法直立行走 然而病房内发出的动静 让把风的护工提前来探查情况 小翠也不想坐以待毙 他在壮汉身上找到一把匕首 在男护工推门进入的一刻 躲在角落的小翠 果断刺出一刀 接着将男护工推到门脚旁 这是想逼问他一些事情 男护工开口求饶的声音 让小翠似曾相识一般 仔细一回忆 这才想起男护工 在小翠昏迷的四年里 做了很多龌龊的事情 这气得小翠怒火中烧 解决完这家伙 随后穿上他的衣服 坐上手动轮椅快速离开 接着在车库找到男护工的小车 只是他的双腿依旧是没有知觉 在艰难的爬上座椅后 他靠着专注的意念力 试图让脚趾动起来 如此一待便是十几个小时 终于他如愿以偿让双腿有了知觉 随后这才驾驶小车离开了此处 转眼便是数月过后 小翠列出了一个必杀的五人名单 首先第一个要杀的就是石井 因为他是东京黑社会老大 也是最容易找到的一个 只是小翠没有直接前往东京 而是率先来到了冲城堂 这里有着一位助刀名将 他叫福布伴藏 是幕后黑手比尔的师父 当伴藏得知比尔所做的恶事后 他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为小翠锻造了一把最好的武士刀 有了他在手 扫清罪恶的路上也就多了一份宝障 直到他踏上东京这片土地 小翠的复仇之路 这才正是拉开了序幕 有这么一手超级炸裂的BGM 是专门为眼前的女人而良心打造 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 石井很是有排面地进入了包间 然而楼下的吧台前 小翠却是悄悄地盯上他 就在石井与手下游戏之际 小翠来到门外偷听动静 不料被敏锐的石井有所察觉 好在小翠及时躲藏 毕竟此刻他还没做好万全准备 随着果果返回包间 小翠这才来到洗手间 接着为厮杀做好准备 然而不巧的是 心腹苏菲恰好也来到这里 于是便从他开始下手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只见小翠手起刀落 这是要用苏菲的血 祭练手中的武士刀 虽然断了他一条水壁 但小翠并没有杀他 因为留着他还有大用 随后在小翠慢慢靠近至极 石井跟前的小弟 手持长刀进入了厮杀状态 这也是求得一把好刀的作用 他不光砍断了对方的兵刃 还间接削弱了对方人多势重的气焰 眼看西装暴徒接连倒下 果果便骑着流星锤走不出来 然而他的攻击力度十分强悍 虽然躲过了这重重的一击 可是在不及不及 他还能打出一招回马枪 这使得小翠闪不至极 手中长刀就被铁链水飞 然而这还不是流星锤的终极形态 铁球中还藏着锋利的铁刺 在他朝着小翠袭来至极 小翠低头迅速躲 即便躲过了致命一击 可却是被铁链锁住了脖子 如此一来 小翠便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中 或许是他命不该决 地上带钉的木棒 让他摆脱了此刻的危机 然而刚解决完危机 另一心腹强尼墨 带着疯狂八十八人组的西装暴徒 将小翠给团团包围 只是小翠并不会因此感到畏惧 他手持锋利长刀 再次展开自杀 如此一番手起刀落 一众小弟便死伤无数 最后只剩眼前一人 吓得已经没了任何斗志 打开包间的仪杀暗门 没想到这里居然还别有冬天 而石井也不想继续退缩 既然是躲不掉的血斩 那就用手中利刃来还 石井也是一个用刀高手 在俩人的厮杀中 他一刀砍中小翠的后背 但这还不足以要了他的性命 在随后的长刀挥舞中 胜负往往就是一瞬之间 只是横批一刀迅速划过 石井的半颗脑袋 也就此掉落地面 如此一来 小翠便在险胜中完成了复仇 随后带走断臂的苏菲 并从他这得知了其他四人的位置 但小翠并没有杀他 而是留他一命并送他去了医院 毕竟苏菲也不在他的必杀名单里 他也不想徒增过多的杀戮 随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找到名单上的第二人 他的代号叫童头蛇 在当初杀小翠过后 他也过起了隐退的生活 如今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为了不给孩子留下心理创伤 俩人假装相安无事 可就当小翠放低警惕之急 阴险的童头蛇 却是拿出暗藏的手枪 可他偏偏却是 反对非智的鼻手一击鼻鼻 然而就当小翠想要离开时 没想到还是让他的女儿 看到了这一切 小翠很无奈 只得简单说明缘由 杀死比尔是一部二级动作片 动作设计由剑道家千叶真一 以及武术指导原和平设计 加上导演昆廷融合了黑帮 杀手 血战 复仇等元素 使得动作戏份表现得华丽又血腥 同时还加上一系列的经典配乐 让这部电影获得了8.3的高评分 对于这样一部不易过审的佳作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该点亮一下小爱心呢